今天像一处仓库13号凌晨突如其来的大火 无情烧掉业者20多年来的心血 今天乡长游淑珍13号下午 也特别到火场现场关心受灾民众 乡公所动用仁爱基金给受灾户一点帮助 乡长也表示 后续会要求公所各客室协助受灾户 相关的附建工程 让这些民众能够早日回复到正常生活 铁皮屋被烧的残破不堪 一旁的轿车也都融化变形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 把仓库内囤放的货物全都烧毁 也让吴妈妈30年来累积的心血 全都复制一具 货物很多 我刚好我儿子跌寿风凤林光户 刚好跌一车了 也是没办法 我也很头痛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已经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我头都痛到现在 辛辛苦苦把小孩子 拉拔长大这样 转了一间房间房子 就这样没有了 13号凌晨 吉安乡扶仓路一处铁皮屋仓库 一次电线走火引发火警 火是烧得又猛又快 不到半个小时 屋内的物品全都烧毁 吉安乡长游淑正在了解情形后 13号下午特别前往火灾现场 关怀受灾户 致政慰问金并请听他们的诉求 炎炎夏日天干雾燥 那已经是我们吉安乡的大宗的火灾第二间 那在这里吉安乡公所现出关怀跟关心意外 我们也希望再一次呼吁我们的乡亲 我们真的要为我们自己的生活 在每分每秒的安全做把关 我们相信在灾后的重建 以及灾后的清理 我们吉安乡公所能够协助的部分 我们会来挹注我们关怀协助的力量 长年担任宣导益销大队长的吉安乡长游淑正 最后则表示 近期来吉安乡内连续发生严重火警 所幸无人伤亡 但造成的财务损失与恐惧都是相当沉重 因此游淑正也特别呼吁乡亲 除了电线电路要定期检修 也不要在家中堆积可燃物品 一定要记得多一分留意 少一分灾害才能少一分遗憾 记者许丽琴吉安乡报道